他年幼被迫乞讨 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我跑得有 跑得有五六四次吧 反正也有十七位我都跑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 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人格高 很欢乐很开心 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他孤苦生活多年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 大桥墩下面 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 有时候睡草堆里 这一年就这么过来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有请 来弟弟请 你多大了 我四十多了 四十多了 从哪来啊 四川的广园 广园请坐 您是来找谁的 我找我父母 父母 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六岁 六岁 被人贩子拐卖的 就人贩子拐骗的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 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的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 然后拐我去的时候 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家里 就你现在的养父母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 没逃过 我一直在逃 一直在逃 就一直逃不出去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 四五十回 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没有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 他们怎么发现的 你每次都是 每次跑得不太远 那人又小 跑不太远 跑 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把你找回来了 找回来肯定是 打 打一顿 然后今天呢 把我骗过去 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 就关在那个小屋里 小屋里 小屋里 我不是又哭又闹吗 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过来就跟我几个耳光 打了以后 就把我锁在那里 锁在那里 叫我那个跪下 跪在那地上 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 过了几天 然后就叫我去跟他乞讨 那时候乞讨 我又不会逃 然后又小 最多 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 因为那个时候 就那个一分两分 那个捏臂 要那天要的 可能有 有两毛多钱 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 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 就把我跪在那里 抓了我几脚 就在那跪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餐 继续又叫我去讨 这个姐姐是她的孩子吗 不是 也是要来的 也是骗的 买来的 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 要钱 要钱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就我跟那个姐姐 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 知道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吧 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没上学是吧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 从来就没上过学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有 我爸爸对我挺好的 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爸爸都把我抱歉 认多高 很欢乐 很开心 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在吃水被骗以后 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有兄弟姐妹吗 记得家里 有 还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妹妹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 记得吧 印象最深的是 我跑的那个 他那天叫我在那个 吃水的大街上去要钱 去乞讨的时候 我都逃到那里 他那天他有事当过 然后我就在那里 来了一个老阿爸 他说你 你是哪里的 我说我没家 他你愿意跟我去吗 我说我愿意 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嘛 又臭又脏 头发又深 有一个理发的地方 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 然后给我买了一双 那个胶鞋 我从他那儿 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 然后到那个老阿爸 就给我买了那衣服 我裤子买回家 就把我一身洗干净 就穿那个 在那里玩的有十多天 就 就从我离开父母 只有在那里十多天 是最快乐的 四天 过得都没有过 从来都没有 这么好的日子 你不待下去 怎么又跑了 他在那里来找我 就这个养母找你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 然后就找到 那个老阿爸家里来 我在那儿 跟那家有一个姐姐 那个姐姐对我很好 在那儿拉那个 鞋垫 拉鞋垫的时候 我跟那个姐姐 在那院里耍 然后我就听见 她的声音 听见她的声音 我当时我心里 就吓得那 吓得一声发抖 我都不知道说错 然后我就 就跑着那个 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吗 我都躲在那个猪圈里 躲在那个猪圈里 农村的房子 已经都没多大 夜能盯出头 然后猪圈 就一把把揪出来 打在家里 然后就跪在那里 那天晚上 当天晚上都没有 让我睡觉 就让我又跪了 又晚上 反正我在那里是 多半跪的 多睡的少 从小都被打大 你现在在哪工作 没有工作 也没工作 数于计划 咱能帮她什么呀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 能确保你能够 打工资 老老实实的孩子 让你真够生活下去 好吧 好 这个林平啊 不管她那个门后 有没有她的父母 我们都会 帮助她 好不好 好好好 先走过去 来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 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 多岁的时候 从小都是被打大 准备好了啊 被骗以后 我都没有过过再生日 我希望能找到她 被远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s como 一层间进 Need inc � 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N Spike 不用再找地址了 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我们掌声不愿意 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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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什么 妈妈说找到了 就是我的妈 激动了 太激动了 你们俩兄弟 扶着点妈妈 比方妈妈太激动 来 来 老姐姐坐 这是儿子吗 这是儿子吗 儿子 来坐下 找到儿子 姐姐 找到儿子 高兴吧 高兴 好 不再喊了 哪是老大 这是大哥 三是哪个 这是三弟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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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的哥哥 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 姐姐 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 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 你记得吗 我能生活老虎 多老虎的生活 没得 没得生活的 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困难 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 带我 我三弟 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 你也叫谁出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那叫谁抱走了呢 这个就是我生父 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 生父给弄出去的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 现在发现啊 就是妈妈这边呢 认为是可能是爸爸 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 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 或者大家没说明白这个事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妈妈跟爸爸 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呢 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 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 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 包括两个儿子 是吧 都跟爸爸没见 也跟爸爸没见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也不知道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 我们去问了一下 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 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 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见不见 见不见 爸爸也来了 儿子要见 爸爸也不是你的 编导啊 把姐姐领下去 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 弟弟见一下爸爸吧 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 爸爸可能也有苦衷 有请爸爸出场 来 我们过去 铃铛 打开大门吧 为圆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吧 谢谢大家 一人的智能 我忘识了 还是 吗 你先踩上来 你怎么 你先踩上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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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帮我堆车 哇 没家 没家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我这一年的性子 都用来开心思改家嘛 你怎么把他丢掉的 什么丢掉啊 什么丢掉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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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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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其实人家里边呢 这个叫池水贵州 好干工作 他说什么 大概 他说的 我弟弟小的时候 是他弄到那个池水 池水衣服 人家 人家说 对他好 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 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 应该是这个犯队嫌疑人 用收养的名义 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 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 然后呢 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 胁迫他来乞讨 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 拐骗儿童罪 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 故意伤害罪 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 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 对这个人啊 立案侦查 尽快的处置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 好吗 所以我们的老二啊 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 睡得不如跪得多 但是有一个细节啊 就是爸爸和妈妈 看着儿子的时候 都打开了你的右手 嗯 他们都看着你上 因为不管走得多远 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 在他们心中 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我准备个人啊 想捐他五千块钱 不代表任何基金会 这是其一 其二个呢 是这样 呃 你的工作 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 我一直给你安排好 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成长起来 大哥代表全球基金表示感谢 好 领着爸爸走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